如果你們和我一樣 都是非常非常喜歡槍械的一位玩家 那你會願意在一把槍上面花多少錢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到底會花多少錢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 我前面這一把 這是我客製的GHK Glock 17 那他到底客製了什麼東西呢 等一下會一一的詳細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就趕快的先切換介紹的畫面給大家看吧 好那你們可以看到現在桌上總共有三把GHK的Glock 17 那你們可以看到最左邊這一把 他是在外觀上完全沒有改過的全員廠 再來就是中間的這一把 你可以看到這邊還有炙燒握把 然後跟他的Sign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是有中真品的Iron Sign 那這個東西就叫鬼懷 那他是AMERICU的Ghost Ring 這一組造準呢 他是穿氣造準 也就是在夜間的時候 他這個點是都會發光的 包含前面的整形也是 那另外一把就是我的算是終極版這樣子 我的滑套有送Sera Code 握把這邊有刻字 感謝我們惠哥室的表哥 那等一下表哥是誰我也會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一樣是有裝Ghost Ring 然後我前面的Sign是橘色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是我前面的Sign 它是橘色的 然後外觀的部分就是金色配Glock灰 那其實這把槍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可以來跟大家說 所以等一下我會一一的介紹 那我們先讓你們看一下 原廠的Glock 其實GHK原廠的Glock 他握把的部分 紙花我眼睛做的算還不錯 只是因為這把是Gen3的版本 所以多多少少在握持的時候 其實對射手來說 我覺得沒有到那麼的舒服 所以那時候惠哥室有釋出了一些 表哥的客製版本 也就是你們看到中間的這一支 中間的這一支呢 它的表面其實是有完全打磨過 然後再開始製燒 這一點跟外面的製燒 我覺得又不太一樣 大家要了解到 製燒不單單只是好看而已 它同時也是有具有一定的功能 這也是製燒最初的目的 那你們其實可以看到 彈夾錦這邊它其實也有挖身 然後它背面也是 全部的這個都打磨掉 再重新製燒 然後包含板機護弓的地方也是 你們可以看到下方這裡 像是給你握持的時候 增加它的抹擦力 那包含前面這邊也是 指指放在上面的時候 增加你的製燒功能 那這個製燒已經算 有蠻多的功能在上面 還有設計巧思 我自己的這一把 是委託表哥製作的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製燒的紋路 是真的很漂亮 而且這個紋路是 最近在國外還蠻新的製燒紋路 所以你目前可能很少看到 會有人有這種的製燒紋 然後表哥也把握的品牌 Narcos的logo刻上去 其實你看到這個浮雕做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先來講講 表哥在這把槍做的一些細節 在這邊可以跟大家提到一下 表哥它是 我們算有一個討論的社團裡面的製造 更親近一點的叫法叫表哥 我們通常都叫表哥 AKA貝克斯的市長 那表哥他也是 在製燒這一方面真的頗有研究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做出來的東西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們當下收到這個握把的時候 真的非常驚豔 他的做工很細膩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浮雕 我光看我就覺得 這個要雕出來真的是要花很多時間 那表哥那時候也是開了Turbo 在很短的時間內幫我完成 然後做工也非常非常的細緻 真的是非常開心 擁有一把自己的LOGO的槍 那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 這把槍上面的一些細節 剛剛有提到說 炙燒的本身的功能 就是要增加射手 在握持槍制的時候的舒適度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 它是有挖一個槽出來的 這個槽它其實是有一個目的 你可以看到原廠的Glock上面 它其實是沒有挖這個槽出來 而我們這客製版是有把這個槽挖出來 這個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紙槽的英文叫Glock Bevel 意思就是指 你在握持槍的時候 戴手套的情況下 或是對於手掌比較大的人 你這樣下來的時候 是會比較舒適的 這個是它的功用性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戴手套我從這邊要下來的時候 它是可以這樣一個順勢下來 這個東西就叫Glock Bevel 可以讓你戴手套的時候 更好使用槍械 那再來呢 我們就要講講一個叫Gap Borders Gap Borders是你可以看到 這邊它有框出一個邊線出來 其實這個應該是裡面比較屬於是裝飾性的東西 它就比較沒有實質上的功能 那你可以看到 因為原本GHK這邊 它是授權的殼子 不是正常原廠Made in Austria 所以我一樣就是請表哥幫我把這邊也製造掉了 看起來會比較完整一點點 那另外一邊序號牌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Jeff The Kid 就是我YouTube的頻道名稱 所以這把相機真的就算 完完全全的一把客製玩具牆 那鬼環的部分 我們剛剛也是有說上了真品的鬼環 那鬼環這一組買來的時候其實是要修的 喔 看到這個可以特別提到 如果你的滑套是有送SERACO的話 你在拆掉原本的Ironside的時候 它多多少少都會造成一點刮痕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稍微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覺得它會有一點小小的辣場這樣子 那鬼環的話 建議是你要在下面墊塑膠片 或者是你可以墊綠條 因為它這個本身是尺寸偏小 所以你裝上去的時候會非常爽 你必須要墊東西這樣子 OK 那講完Gap Borders 那我們再來要講講Hybrid Bevel Hybrid Bevel它是由Battlecock Technical他們所設計的 它的目的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讓你用在最少手指的情況下 可以更穩定的握持手槍 所以這個是它這個紙槽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它在這邊是有挖一個紙槽 然後這邊有凸出來 目的是增加你握持這把槍的抓力 那這個就叫Hybrid Bevel 其實這把槍就是上面還真的是有蠻多設計 然後你可以看到前面這邊 它就會像Agency Arms一樣 你在握的時候它有一個這樣可以順勢下來 我覺得真正厲害的地方是 你讓炙燒這樣東西是真的變得有功能 而不是單純好看而已 那這把槍上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小巧思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這個弧度呢 它不是只是要帶直接從這邊這樣錄一個圓圈出來 它是真的有配合手型 就很像海浪狀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原廠的這個就是一個單純的護膏 那其實這多多少少會對射手在握持的時候造成一些不適感 可是經過這些修整了以後 你會發現握起來這把槍變得非常舒服 這一點讓我真的是很驚豔 就是原來炙燒它可以同時有這麼多功能 而且又兼具美觀 那大致上這就是表格它炙燒 我有把上面的一些小巧思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我們到靶場玩 然後實際的搭給你們看了以後 之後我會回來再跟大家聊聊 願意在一把玩具手槍上面花了多少錢 我也會跟大家說 我在這把GHK的Glock 7thin上面花了多少 一樣都會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到靶場來 實際的測試給大家看吧 好那我們現在到靶場來 我是帶Original的跟我自己客製化的這兩把 然後來射擊比較給你們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會先打我的 我先體會看它的舒適程度到哪裡 我再來握這一把 我覺得應該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感受 那我們就先來打給大家看吧 好那我現在先來打這一把 我自己Customize的給你們看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這一次我其實有刻意的不戴手套 原因是因為我想用手的感覺 直接去體會這個炙燒的紋路 以及表格它炙燒有做的一些小細節 我個人是覺得說這一把槍在握起來的時候 舒適程度確實是有比原本Gen3的版本 握起來還舒服 那我現在再戴個手套 這邊有弄一個Grab Bevel 所以我們來戴個手套試試看 看會不會比較順暢一點點 好那我現在戴了右手的手套 我們來試試看 其實你可以很明顯感受到一點就是 它弄了這個Bevel以後 戴手套的這隻手指頭 要下來的時候 你確實會覺得它蠻順暢的 不會像之前那樣會有一個 你會卡到一個東西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很順暢的手就順勢下來 所以你覺得還不錯 尤其是你在握持的時候 它前面有做了這一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Hybrid 你這樣握起來的時候 確實它的握力相對來說也變得比之前好 那再加上它前面這兩側 都有做止滑紋 所以我在握槍的時候 我覺得整把槍抓起來的感覺 你會覺得比較紮實一點點 你並不會覺得說我可能槍會沒拿紋 那我們現在再換換看Gen3的原廠 給你們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換這把全原廠的 我們來體會一下 其實從我這樣握上去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握感就已經有差 一個因為它的止滑紋 是只有在槍的兩側這邊 所以就變成說 你會覺得接觸面積就有點少 所以它握起來的時候 其實會稍微的比較光滑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這一個點 因為我的前面只留了這一個的紙槽 等於說下面這個都沒有 可是這個紙槽其實 它並不一定是符合每個人的手心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光這樣握起來 就有一個還蠻明顯的差別 整體來說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握起來感受上的差別 我們這樣把食指移下來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點點的卡 再來就是握把握起來舒適的程度 我個人是覺得比不上客製的那一把 因為它並不是符合所有人的手型下去設計 你這樣握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多多少少會有一點點差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明顯上的差別 整體來說就是握起來沒有客製的那一把那麼舒適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講到side的部分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原廠跟鬼環的比較 我個人是覺得鬼環多了這一圈的環了以後 它讓我在瞄準的時候相對來說可以更快 那加上我前面的這個side 它是用橘紅色的這樣子 我自己在設計看起來是更加的明顯 原廠的就沒有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罩門跟準心 這是一個簡單的比較 所以整體來說 我還是比較喜歡我自己客製的這一把 這一把不論握起來 或者是在設計在對那個iron side的時候 我個人都覺得質感跟使用上的舒適度 都提升蠻多的 大概給你們參考一下 那接著我們再回槍櫃那邊 我們再跟大家聊一聊 這把客製的GOG-17吧 好那我們從靶場回來以後 我還有一些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一樣我們先切換個畫面 先讓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還是有一些東西想要跟你們分享 除了我們剛剛之前提到表哥幫我們客製這個握把的一些細節部分 想要特別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浮雕 這個浮雕也是非常考驗炙燒師傅的手工功力 那你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浮雕它是做凸的 看起來好像是從這個握馬長出來的那種感覺 我當時看到這個我會覺得真的跟我的LOGO一模一樣 那我這個LOGO呢其實它是一個雙向哥德體 那我的商標的英文就是NARCOS 就是獨銷的意思 其實當初會選這個NARCOS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希望我的產品可以像販毒的人一樣 你會一直回來找我這樣子 你會真的很喜歡這個東西 你會對它的欲罷不能 這個是我設計這個LOGO跟取這個名字的一個概念這樣子 跟大家分享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LOGO是雙向哥德體呢 就是你們現在看它是這個樣子 再反過來 它一樣是NARCOS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雙向圖 你不管正的看或反的看都是一樣的 所以表哥這個這樣幫我刻出來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就是你會有一個專門屬於自己的牆 那SERACO的部分呢 我個人是覺得弄起來的顏色還蠻滿意的 只是你們可能就稍微注意一下 它雖然說耐刮耐磨 但如果你碰到那種尖銳的物品 或者是像滑套你這邊有場機在操作 它多多少少都還是會掉這樣子 這個就是要稍微比較注意一點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在靶場這樣打下來 握起來的感覺 跟這一把原廠的比起來 你真的可以很明顯感受到握起來感覺的差別 表哥的製造握把真的是非常舒適 如果你是惠客室的社員們 那你們也可以找表哥來克制一下 主要是也想要跟大家推廣一下這種克制握把 不單單只是外觀漂亮而已 它同時也是具有一定的功能 好那現在給你們看一下這個穿器的照準 它到底在暗中的表現如何 那你們現在可以看到 在全暗的情況下 這個穿器照準就是會發光的 其實眼間看的話還蠻清楚的 那就是很明顯的三個點這樣子 好那你們剛才也看到我已經介紹完這兩把槍的一些差別比較 那其實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這把槍其實我花了蠻多心思在上面 除了本身槍的體質就還不錯 一直非常想擁有一把自己風格的一把手槍 那這把我會不會把它當成下場槍呢 其實老實講應該是不會 因為它真的是做得非常漂亮 可能它就會作為我訓練用的手槍 那換了這個IronSide以後 再加上特製化Sera Code的Slide跟外觀 然後還有炙燒過的握板 對於我來說收藏價值真的是非常高 那真品的IronSide我個人是覺得有差 因為之前其實玩具的版本很多是沒有辦法裝上真品的IronSide 應該說都要大修 那GHK的這一把其實稍微一點點的小加工 就有辦法把它裝上去 那前准心的部分是完全不用修正 你就已經可以使用 那再來就是來計算一下 我在這一把GHK的Glock 17上面到底花了多少錢 可以看到我手邊其實已經不只一把GHK Glock 17 那這一把是我們自己買的 來算一下這把槍到底花了多少錢 槍的市售價是10800 然後再加上Sera Code滑套加外觀的費用 我們就抓3000塊 然後再加上這一組鬼環的IronSide 總共是4350元 然後我們再加上表哥的客製至少握把9000塊 等於說這一把Glock 17 我這樣花起來要27150元 不是一個小數字老實講 那當然可能有人他花的錢不是著重於外觀這個部分 而是可能內購的調整 或者是升級他裡面內部的零件 那看到這邊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炙燒的費用是不是稍微有一點點偏高 其實在國外你只要燒一個很普通的紋路 都至少要兩三百塊美金 加一個Glock Bevel再多95塊美金 所以你說表哥他這樣算的這個價格有貴嗎 我個人是覺得完全不會 他幾乎把所有可以增加射手舒適度的所有炙燒工法 都用在這把槍上面 不能因為他是玩具手槍 你就覺得玩具手槍的燒工應該要比較便宜一點 不論燒玩具或針鐵 他的氣法都是不便的 憑什麼玩具槍要比較便宜 就因為他是玩具嘛 I don't think so 你們在槍上看到的每一個細節 都是表哥花蠻多的時間下去處理大磨甚至雕刻 而且燒槍最累的地方並不是在燒這一塊 燒只佔整個燒槍裡面的5%而已 其他95%都是在炮光跟打磨 這真的是非常費工的一件事情 就我來說我不講其他人 我是覺得這個握把 我花這個錢是花的非常值得 那在這邊可以稍微提到軍宅會客室 軍宅會客室是一個Facebook的社團 其實我們裡面大部分都是在討論跟軍舞相關的東西 那我們不太去限制你聊天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大家其實就是在那個群組裡面聊天這樣子 但那個群組是採邀請制的 也就是他不接受你自行申請 所以說如果想要加入的 你可以看你某朋友在裡面 你可以邀請朋友進去 大家都可以在裡面交流聊天 或者是分享自己的收藏或作品 那幫我們弄這個炙燒握把 也就是會客室的市長 我們都叫他表哥 表哥人其實真的還蠻好的 而且他對於很多槍械方面的知識 也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尤其是在炙燒握把這一塊 如果你剛好是會客室的朋友 那你們可以去會客室找表哥 建議是你這個東西要傳家再來 因為第一個燒工不便宜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值的 他值這個價格 這個技法老實講你可能在外面找不太到 尤其是他的作物真的非常精美 那有興趣的觀眾 如果你剛好是在會客室 可以全文表哥一下 或者你剛好朋友在會客室裡面 但你不是在會客室 你也可以請他邀請進來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你們喜歡這一集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會不會拍照 可以補充清楚 就不會拍照 我會不會拍照 那是有一首的問題 我會拍照 你什麼事 我會拍照 為什麼 我會拍照 我會拍照 你影響 但是你會拍照 我們每一首的親密 然後我拍照 你們 對 你會拍照 我會拍照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